明日假期欧洲精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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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那么高了 渐渐的下去了 不过呢 最近直播圈子却有一些大瓜 或许呢 有些人看过一些消息 说大家突然发现 最近半年来 哎 敲嘛声 很多的明星主播都隐退了 比如说之前我们经常看到 他们在带货的什么刘涛啊 李湘啊 陈鹤什么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带货了 是吧 哎 你发现了问题 特别是之前的双十一大促节 就是基本上呢 都是这些带货主播在带货 或者说这个商家自己的直播间 但是啊 你就没有看到明星带货了 或者呢 这些明星啊 这个都是这个职业主播啊 或者是不在演戏 混娱乐圈 专职带货的主播 在这个带货圈呢 继续来工作啊 那其实啊 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众所周知啊 直播这个行业实在是太暴力了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很多的明星啊 然后都转去直播带货了 当时薇亚不是有一句名言吗 说这个明星啊 当演员的镜头都是直播带货啊 我只不过是跳过了明星这一阶段 哎 现在啊 这个行业似乎被盯上了 本来呢 说这个行业因为很暴力啊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成本啊 就可以两头通吃 赚了商家的坑位费 然后再抽成 然后呢 再赚消费者的韭菜钱 大主播们这个日入七位数 那都是轻轻松松啊 既然这么赚钱 为什么明星要退出呢 原因啊 可能大家都想到了啊 明星们呢 其实往往都是消息最灵通的 已经收到了风声 知道上面要整顿直播圈 查过去三年各大主播的缴税情况了 而税务这个东西啊 你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 之前这个合理避税啊 偷逃税什么的 谁不想捞一笔 谁不想做一下呢 就是一些主播的业务呢 涉及到一些什么缅北赌场引流啊 这个就比较的 比较的这个微妙了啊 我们呢 也不敢多说 尤其是这种流量特别大的主播 这个流量就很重要啊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可能都经不住差 为了避免出事啊 很多人才会在潮水来临之前赶紧跑路 那么作为头部主播的李佳琪呢 其实呢 也是最近比较麻烦 很多人网传说李佳琪身上的瓜呢 其实也不少啊 当下呢 也是想要隐退的 今天双十一李佳琪的直播间呢 也是一个虚假繁荣啊 在哪里归了事件之后呢 其实他被对价平台啊 对手主播等等多方面整啊 差点就大翻车 但他的资本呢 其实早就绑死了啊 现在呢 不是说他不想播就不播的啊 他暂时呢 根本就退不了 但是李佳琪也不是没有为自己找退路啊 现在呢 其实大家就发现说 哎 发现了一些没有在明面上的东西啊 这网友给挖出来 再默默的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李佳琪 好像在为自己未来退休铺路了 比如说呢 李佳琪最近有办一家自己的咖啡厅 打算把自己的线上流量呢 一步步转化为线下的红利 哎 只能说呢 现在经济不好啊 这个很多的妖魔鬼怪事件呢 都已经来了啊 包括呢 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国家层面 也是想尽办法看看 哪里有该收到的钱 没有收到 再来聊聊最近啊 明星们兵家必争的一个大饼 也其实也不是明星们啊 就是这种八五花啊 最近呢 这个将园弄沙夫案的瓜呢 真的是击鼓传花 大家都知道将园弄沙夫案呢 是一个呃 班底非常不错的作品啊 呃 张子怡呢 也是非常重视这个饼 那当然了这个女主是张子怡啊 但是呢 这个其中呢 有很多的女配 那像这么一部啊 班底精良的电影呢 很多人呢 都会想在其中呢 有一些红利可图 比如说呢 最近就有传说 女配的人选在杨幂赵丽颖 妮妮几个人之间啊 那是六来六去 现在呢 所有有新消息传出 说这个电影呢 是杨幂跟赵丽颖都要出演 不过呢 有人演的是客串角色 只是有一说一啊 八五花们这一波呢 确实有点病急乱投医啊 这个将园弄呢 说到底 就是女一号张子怡的主场啊 这部电影拍好了 那是张子怡吃到最大的红利 万一翻车了 那肯定是甩锅甩到这些客串的八五花上面啊 所以呢 这比买卖张子怡肯定是稳赚不赔 赢麻了啊 其他人呢 只能是羡慕的上不了桌 那再说了 张子怡呢 确实啊 在娱乐圈当中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啊 稳坐大花的位置 那是那么好 能够被欺负 那么好 能够被占便宜的吗 其实圈内呢 都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觉得说张子怡还是比较善于辞敬的 比如说啊 这个是有实力支撑的 当年呢 他传了一个电影饼 非常完美 当时是邀请范冰冰来演女二 结果呢 他一看啊 拍摄现场范冰冰比较出彩 就开始啊 各种压制 生怕范冰冰抢了自己的风头 之后呢 他们两个人上鲁玉有约啊 更加是阴阳怪气 高手过招 电光火石 互爆黑料啊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考古一下啊 这个他们上鲁玉有约 真的是大花打架的一个名场面了 基于此啊 其实江源弄呢 确实是个好柄 但是谁能从张紫怡身上吃到红利呢 这个就不好说啊 但是其实杨幂的粉丝对杨幂很自信 就说杨幂呢 其实也是公斗一把好手啊 这个杨幂不仅是智商或者说这个业务能力在线 尤其是他在这些人际上面那也是如鱼得水啊 所以不见得杨幂会输 但是这些事啊 到头来保齐会不会沦为别人的这个踏脚石了啊 所以说那个现在这个电影圈啊 到底是不是江源弄是一个好的台阶 还未可知啊 很多人呢 当时这个比如说狗仔圈 或者说这个吃瓜群众的都在形容啊 说呢 这个张紫怡啊 就好像是遗休啊 好像是真欢传里面这个遗休啊 那不要这个演了这个 比如说演了这个江源弄这个电影 反而自己做了安玲蓉啊 好再来说一说啊 在风马秀表演的前后呢 丽莎跟LV三公子的恋情 那是传得十分火热啊 说这个嫁入豪门快夜阶级的讨论呢 也是只多不少 结果呢 表演没多久双方就没有互动了 这个丽莎的口碑呢 也flop下去了 又传她跟三公子分手了 结果最近呢 丽莎竟然红光满面的现身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 最近呢 丽莎跟LV三公子的绯闻 又有后续啊 两个人被发现在巴黎的同一场球 看球 尽管呢 两个人看了同一场球 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铜框啊 所以呢 很多人怀疑说是 丽莎自己屁颠屁颠的追过去的 这个也不是没可能吧 因为呢 这个LV三公子身边还有其他的家人 就往我觉得说啊 这可能是人家的家族活动啊 丽莎呢 只是想尽办法创造跟三公子啊 这个能够见面的机会 而丽莎这边呢 是有相伴的女性友人啊 两个人不知道看到了什么有趣的场面啊 在现场笑得很开心 和旁边的人的冷脸 竟然形成了鲜明对比 网友看到LV跟这个LISA和LV三公子 同场看球啊 对他们的关系进行猜测 有人觉得说两个人呢 其实并不是恋人关系啊 谈不上分手之后又不合 冲击量呢 就是去陪玩啊 而且呢 如果是恋人的关系啊 如果LV三公子真的那么爱 为什么他们是分开做啊 然后呢 说到LISA的这个工作机会啊 因为风马秀失去韩国跟中国市场之后呢 他的路面机会就骤减 上次公开路面呢 还是跟队友一起参加晚宴 那么参加完晚宴之后呢 其他三位成员都回到韩国继续工作了 没想到LISA就又去约会了 很多人就觉得说 看不到LISA对事业的事业心啊 然后这波自降身份的操作呢 很多粉丝也觉得很无语 那关于这个LV三公子跟LISA的关系啊 到底要如何定论呢 其实呢 很模糊啊 但是肯定算不上男女朋友 毕竟两个人从来没有承认 而且你根本就没有拍到什么 他们交往的证据 你说看个球 然后还是隔大老远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没有再交往了 而且呢 这个三公子还更换了新的女伴啊 至于LISA这趟行程到底是工作 还是陪LV三公子游玩 那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 顶级女偶像跟富豪公子的人设 听起来很带感 但是实际上呢 处处都是利益的划分啊 在两个人练情传的最火爆的时刻呢 也就是LV LISA风马秀表演的前夕 各种有意无意的秀恩爱的操作啊 也是迷惑了一大帮吃瓜群众 把活动热度炒到了最高 你看这个真正的霍利人是谁啊 这个就自不必多说了啊 这个逃门啊 人家这个LV的三公子啊 怎么会输给一个女爱豆呢 在风马秀表演之后呢 LISA也是形象崩塌啊 LV加相关的奢侈品牌 也是陆续删除了LISA的合作动态 切割的这么明显 难道你还觉得她在跟三公子谈恋爱吗 涉及到男女关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啊 其实呢 也就是利用价值罢了 那LISA能够带来的实际收益和品牌转化率 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现在LISA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名声受损了 豪门那肯定是要赶紧脱身的 人家能够赚世界上顶级的财富 难道会傻吗 再说一说黄晓明吧 人物片呢 肯定少不了最近的这个热门人物 黄晓明 安扎大贝比跟叶克的三角大瓜 他们在2022年结束七年的婚姻分手 不久之后呢 黄晓明被爆出就有新欢乐 对象是白富美叶克 虽然两个人从来没有正面的回应恋情 但是呢 早就有见过家长这个说法 不过贝比也不是什么擅长 叶克这边呢 自以为洋洋得意 但是很快呢 他的前夫王命精写的那篇小作文就上了热搜 由于呢 他的这个前夫王命精否认了自己出轨的传言 还话里话外内涵叶克让自己吃了血亏 现在呢 那叶克已经被骂婚内出轨了 甚至贝比的风评也跟着有所扭转 一部分吃瓜群众觉得说 或许真的是黄晓明先搭上了叶克 导致贝比受了委屈 两个人呢 才离婚的 而且呢 这个该说不说 这个其实呢 是确实是贝比想要的结果 不管这个事是不是贝比在背后推动 但是我觉得应该 应该不会啊 他应该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 那贝比当下呢 也算是被软风伤 也陷入了事业的最低谷 为了翻身呢 他肯定是想要跟黄晓明搞好关系 那现在他们中间最大的阻碍 肯定就是叶克 那这个叶克呢 是贝比目前的比较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大家呢 可以等着看一下 接下来没准叶克的黑料 还会一波又一波的冒出来 不过呢 现在叶克也在卖力洗白啊 并且呢 控评广场 而且呢 还这个搞了一些夸夸题啊 说毕业以后呢 是女企业家白富美 总之呢 安德拉贝比跟叶克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 他们的战争一直在无声处正式打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品牌大秀啊 11月30号晚上呢 LV品牌在香港举办了2024年早秋男装大秀 包括周润发夫妇 古天乐 郭富城 朱一龙 龚俊 王贺地 时代少年团 宋仲基等等的强大男神阵容盛装出席啊 现场呢 也是星光异异 男星们造型呢 也确实花了不少心思啊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大秀大家穿的如何 朱一龙呢 穿着半裙套装 宋仲基 白色套裙 郭富城呢 棋盘格 西装等等啊 都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而发哥发嫂啊 则是穿着情侣装亮相 这个现场呢 大家还是很惊喜的 68岁的周润发啊 风头不输一众男星 仍然是全场焦点 真的是感慨啊 周润发宝刀未老啊 仍是被热门挤油的男星 连外国美女都跑来要和发哥合影 周润发呢 也是来者不惧啊 站在众人面前呢 拿着手机掌镜 真的是最亲民的巨星了 本次这个LV大秀男星们 造情亮点也是很多 宋仲基呢 是白色半裙啊 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里面呢 还穿着白色背心搭配 白色半裙 外套呢 是这个白色的西装大衣 脚上呢 则穿着有这种女款的T字 戴复古的皮鞋 里面还套了一双白色长袜 怎么样 大家喜欢这一身装扮吗 另外还有朱一龙啊 朱一龙也穿裙子来了 他的这个黑色半裙 和黑色皮靴的搭配 也是引发了粉丝的 尖叫啊 这个大家觉得说 朱一龙还是颜值很在线的 大家看一下 郭富城的这个棋盘格套装 穿起来呢 还是蛮有型的 这个pose 大家就被吐槽了 说这个pose有点像蜡像 郭富城受访的时候呢 说接下来会非常忙碌啊 会搞巡演拍广告 之后还要忙电影宣传 他还透露说呢 因为女儿要上学 所以下个月不能参加 他的杭州演唱会 提及最近全家四口 一起献身赛马场 郭富城说他之前承诺带女儿去 说自己正在学习做一个好爸爸 现在这个郭富城啊 真的是把重心很放在家庭 也是很开心能够看到 他有一个这么美满幸福的家庭 希望不要 这个有什么幺蛾子 古天乐啊 背了一个斜胯包 有些朋友说 这个他的造型有点喜感啊 但是呢 古天乐啊 绝对是男神P子啊 53岁了 依然不显老 而且呢 古天乐这个皮肤啊 黑里泛红 甚至看不到皱纹啊 而且他还透露说呢 圣诞节没有安排工作 选择在香港陪家人过圣诞 大家看一下王河帝 其实呢 我觉得这个LV大秀当中呢 王河帝算是比较给大家惊喜 比较出圈了 这个脏片的造型呢 让粉丝看到了跟之前不一样的形象 龚俊呢 则是走他的这个帅气路线啊 黑色的皮衣 搭配黑色的短裤造型 属于这种中规中矩的帅气啊 即便是香港媒体直拍的生徒呢 龚俊的皮肤状态也很扛打 好了 看了这么多的造型啊 不知道你最喜欢谁的造型呢 好了 今天就聊这么多吧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周报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露露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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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